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 化多深 机车椅垫被划一条又深又长的切口 而且受害至少三台 这台机车更惨不止椅垫被划破 还被恶意推倒在路中间 车主看到这一幕 简直气炸地将照片通通拍下来 报警处理 而一切起因疑似救世停车纠纷 邻居指正立地似乎猜到可能动手的人 而正在房东甚至贴出公告告知 房客停车不能停到路中间 我们还原当时现场整条上弄 右侧停满机车 左侧只有铁栏不让人停车 当事人可能就是把机车停放在中间 才会被划破以电 因为那个看到他的车子被割 所以到本所来报案 然后监本所受理以后 然后积极掉在监视机当中 目前有锁定对象 因为停车问题邻里关系紧张 只不管如何动手破坏机车 已经触法警方将追究刑责 记者刘世伟专说新北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